今天清净善知识 清凉是善知识 廉池是善知识 经典是善知识 汇集这部经典 夏天就老去死 祝节这部经典 黄念苏老去死 真善知识 我们天天在读诵 天天在清净 我们只有这个方法了 才能保护自己 不被习俗所连无 佛所说的 你要相信 不是说相信就完了 相信还是佛的 不是你自己的 你得不到受用 怎样才得受用呢 佛叫你清净 你真的跟他相同的境界 你得受用 这才叫 你的学习 才算是圆满了 你没有入这个境界 不算了 不是你的 道听途说 一定要教你下功夫 这个圣神禅定 怎么得到的 没有别的 放下 什么都放下 为什么 自信里头 什么都没有 你有一样不放下 那就是障碍 根性力的 他有本事 一时顿时 释迪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 给我们表演 我们可以讲这 一念 等谁 这个念 是弥勒菩萨 所说的 一坛指 有三十二亿 百千念 里头的一念 只要这一念 顿时 断掉了 自信 圆满的现前 你叫一念 顿正 凡夫成佛 就在这一念之间 这一念要是断掉了 就是 勇家大使 郑道哥里头 说的一句话 绝后空空 五大千 在我们 禁宗所说的 这个禁建 回归长济光了 大千世界没有了 跟诸位说 祝福如来的 舍报庄严图 也没有了 圆满的回归自信 自信是什么 大光明藏 佛用这些来形容他 你回归到长济光了 才有一念动 阿赖也就出现 阿赖也虽出现 还没起作用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 十报庄严图 十报庄严图 阿赖也的三细相 陷阱 因为他还没有分别支柱 他没有起这个作用 如果一念 分别兴起来了 十报庄就没有了 真快 念头 竹在一起 你看 有了分别 四圣法界出现 有了执着 六道出现 六道里头 有善念善行 三善道出现 悟念悟行 三悟道出现 全是念头在主宰主法 这念力不可思议 真正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要想自己 身心健康 能不能做到 能 跟祝福如来一样 金刚不坏人 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 都没有了 纯净 纯善 那不就是要佛生吗 就这么个道理啊 科学家告诉我 我也常常想这种事情 科学家说 我们人身体 身体是细胞组成的 这个细胞 每一天 都在新陈代谢 细胞 身上细胞 天天 有消失的 有新的增加的 这个我们懂啊 七年 一个周期 七年就是 你身体 旧地细胞的时候 一个都没有了 全部都换新的了 七年一次 七年一次 七十岁的人 就换了十次了 那我想他为什么不换新的呢 如果换新的都好啊 为什么换些旧的呢 就跟好像一辆车一样嘛 常常换零件 为什么不换全新的 换些旧的 换旧的就错了 换旧的 你还是个旧车 老车 可是人很奇怪 越换越差 换到最后的 简直不能用了 那只好换个身体了 这身体死亡了 就换个身体了 所以这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启示啊 如果我们要换新的 什么叫换新的 新的概念 为什么呢 细胞所形成的细胞 形成代谢 完全是念头在做主 我们把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 统统抛弃 我们要好的念头 不要有自私自利 不要有明文理 不要有贪嗔痴慢 不要有是非人物 那你这个身体都好啊 身心健康啊 岁数年年增加 可是年年年轻啊 不老啊 根据这个原理 我们想到 佛菩萨做到了 四圣法界里面 阿罗汉皮之佛都做到了 都很像个样子 六道凡夫 祝天不错 祝天是什么 有烦恼 烦恼轻 阿罗汉呢 见识烦恼断了 所以他成就金刚无坏神啊 发神 不如阿罗汉没证得 无碍 谢托 他有了几分呢 不圆满 有几分呢 那个几分的受用 我们看到就非常羡慕 所以我们在佛经里面 得到的信息 确实 是像宗教里面赞美上帝 全知全能 在佛法里面 我们得到信息 一切众生 每一个人都是全知全能 一点都不假 那为什么我们变成 现在这个状况 这就是谜跟物的问题 我们谜得很深 我们误得还不够 刚刚开始 有那么一点小小的觉悟 这个小小觉悟 我们选择清净圣邪 我们不选择 清净现在的这个社会的事法 我们不清净它 这是觉悟啊 我们现在至少觉悟到 我们不接受染污 社会是个大染缸 我在这个染缸里面 我不受染缸的干扰 这就算不错了 还不够 我们要继续努力 因为我们还有许许多多错误的观念 还没舍弃 真正时期了 我们就有能力 改变它 现在我们只能说保守在目前状况 它不能改变我 我也对它无可奈何 现在是这么个状态啊 垃圾的状态啊 我们要努力 努力的方法 讲经教学 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 为什么呢 你要给别人讲经 那你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 你要不好好学习 你讲不出来啊 用这个方法来读出自己 来努力自己 自己不能不修 不能不天天的靠近佛菩萨 天天的清净善知识 清凉是善知识 廉池是善知识 经典是善知识 汇集这一部经典 夏连句老句识 诸节这一部经典 黄念书老句识 真善知识 我们天天在读诵 天天在清净 我们只有这个方法了 才能保护自己 不被习俗所任务 那么这是真正叫学佛 我们对今天上所说的 身心不疑 阿 祢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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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